那為什麼會想做這個調查 問卷調查 是因為影響力一直都是一個很難去量化跟評估的東西 所以在去年2020的summit 楊嘉燕老師 他就是那個樹冠影響力投資的執行長 他就有開了一個三個小時的工作坊 然後很快速的想跟大家講 就是怎麼樣去評估社會組織或企業的一些價值 怎麼樣去量化它 那後來我們也開了很多次會 所以我們就最後做出一個結果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有一些我已經有寫在就是Facebook的發文裡面 那這個共筆也有開給大家 所以我今天就先挑幾個簡單的來 就是之前沒講過來講 第一個就是從哪裡知道G0.0 G0.0比較是口耳相傳型的社群 就是有一點 我自己覺得當時後來覺得有一點偏直銷 正面的直銷的感覺 就是我在這裡獲得快樂 然後我就跟大家說 欸你來這裡真的很好玩 還有不會吃欸 這種感覺 我就覺得 金鑽大師 對對對我是金鑽會員之類的 然後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42%跟41%是親友介紹還有社群媒體 那因為這是一個就是複選題 因為我們覺得大家可能有很多原因會來 所以這個病毒是加起來會變成100的結果這樣 但是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深參與者跟貢獻者唐鳳 他在宣傳社群上也花了很多的努力 他有13%的人是因為他們來的 甚至贏過了電子新聞的紀念 民眾電子媒體的報告 非常驚人的結果 超超電子媒體的報告 超超電子媒體的報告 對 沒錯沒錯 是媒體就是這樣 他很厲害 他就很厲害 他就很厲害 你也在幫Dream做成果 然後 你這段錄下來才可以講 非常感謝他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之前有講過 然後再來就是在個人層面的話 我們之前會覺得很多人是來這邊學技能 但其實發現其實技能的部分只有37% 大家比較多是來這邊理解到社會相關議題 然後還有教導朋友的部分 再來是關於跟坑有關 就跟專案有關的部分 我們之前都有講到就是在協作跟開園的部分 因為一直是開園社群獨立的目標 所以其實這邊大家都蠻贊同 我們有做到這件事情的推廣 然後還有討論風氣的部分 也都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大家都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 但在這邊大家是蠻正向在討論事情的 然後這個是程度的比較 就是我們有問說 你覺得在這個地方 就坑有這邊的話 你覺得跟其他社群比起來 是難以取代相對較深還是差不多 或是不如其他 然後我們有做了一些加權的部分 所以最後結果可以看到其他 但是其實剛剛說的三個程度 都還是有在這個裡面 然後甚至還多了兩個 就是關於台灣國際交流 還有良好的議題討論跟媒體試圖的部分 是大家都覺得 決定民意社群很獨特 而且難以取代的地方 那還有就是行動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行動力可以跟下面這題一起比較 就是坑主為什麼要來提案 這個部分有20個坑主填了 然後一般蠻多都是因為希望有身材 然後需要工程師 有超過五成的坑主覺得是需要工程師 所以來這邊提案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社群更有可能在這邊成型跟發展 所以在這邊的落地的實現的部分來說 我覺得坑密社群真的做了蠻重要的努力 因為在這個程度又是程度的部分 這是很難以取代的地方 就是跟其他的社群或組織比起來的話 在這邊大家會覺得更好去發展它 那最後就是我們還有問說 你覺得這邊可以再精進的地方 對於新參者的引導 因為今天可能有很多第一次來的朋友 可能還是會覺得有一點難 跟大家開始對話或真的進入專案 所以我們也有一直努力在做新參者的引導 不管是今天的導覽團 或者是我們官網的部分 可能會再做改善都會有 那像是端案提案人的訓練 這就是為什麼會做坑竹小具的部分 然後這個影響力地圖 其實也是希望可以讓其他的坑竹 都拿去做評估 就是評估各自的坑 有哪些可以進步或是哪些優勢的地方 然後對就是今天等一下結束五點多的時候 會再出現一次請大家幫忙填問卷 那這邊有一些參考資料是 前兩次我們跟楊老師開工作坊的一些共筆 就是我們怎麼生成這個地圖 因為這個地圖生成其實是需要很多的時間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開了一個template 就是我們整理出了一個簡易版的 你怎麼把你的地圖展開的一個標頭 讓你去填進去 就是包含你當初你們組織 或者是社群的使命是什麼 然後你的具體目標 跟去把你的利害關係展出 有多少人是付出在這個社群付出 有多少人是在這邊收穫 那他們的影響是什麼 心理想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有量化的東西 譬如說每次來都有100個人 這些是我們現有的資料 那我們問卷就是要去找沒有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為什麼大家來 我們一直都不知道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在問卷裡面就有問說 當初是為什麼想要來GNV 那在這邊收穫了什麼東西 所以呢 這邊就有一個揪鬆團的範例 就是我們拿黑客松來做範例 弄了一個展開圖 就是關於這個活動的利害關係人 有哪些 然後他們可能是為了什麼而來的 影響力就可能分成是個人或者是組織 然後我們再從這中間去看 我們最想知道的 因為這麼多的關係人 我們可能有一些 不是全部我們都可以收集到問卷 或者是樣本沒有這麼多 那我們最著重的是哪些 譬如說捐款人 或者是像今天來參與的參與者 是大家 我們目前就通常覺得 最需要去收集資料的 所以我們就用這些 去產出的這個問卷這樣 那後面就可以大家再看一下說 有哪些量化的指標 然後譬如說像這個部分是講重景法 然後我們缺乏的指標是哪些 所以最後就產出了這個問卷 在這邊 這個點進去就是今天的問卷 然後你也可以邊寫邊看 那這個提型設計要點是 當時在跟姚老師開會的時候 他給我的一些建議 所以我就寫在這邊 但是問卷設計這件事情 是一個可以上一學期的課 所以呢 這邊只是一些簡單的要點 然後供大家參考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繼續來這邊 看詳細的資料 然後這個也會一直更新 然後找到最適合 就是有一些社群的一個集固 這樣 謝謝大家 好 好